亞洲之巔群英爭霸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透過博士運動頻道 一同欣賞2023台速杯ACBS 亞洲花式撞球錦標賽 今天進行到了第三天的一個賽事 在所有的比賽進行結束之後 從今天以男子組來講 從晚上的5點20分開始 就會進行男子32強的一個單敗淘汰賽制了 那當然在女子組的部分 也會開始進行16強的一個比賽 所以今天在早場的一個賽事 對於所有選手來講 都是爭取晉級的最好機會 那在今天賽事的 首先要為大家送上的是 來自台灣的好手呂徽展 以及他的對手 則是來自卡達的選手Michelle Tukey 那兩位選手在今天上比賽當中 就會決定有一位會成功的 晉級到32強的名單當中 而在今天這場比賽的轉播工作 也將由我施倩 以及在我身旁的專業球評多歲 羅燕一起來為大家送上轉播的服務 羅燕你好 你好 各位觀眾 球員們大家好 好的 那在今天這場賽事來講 進行到了第三天 我想所有的選手 其實對於整體的一個 不管是場地 或者是規模來講 其實應該是已經越來越熟悉了 那當然在今天的賽事 我想大家絕對會是更加的一個 發奮圖強要來爭取這個晉級的 那一定的啦 這個輸了就已經淘汰了 是 沒錯 那在今天這場第一場的一個比賽當中 為大家帶來的是男子A組 那在呂徽展的部分 在第一場第一天的賽事當中 以8比6輸給科威特的一個選手 那當然在接下來持續的一個挺進當中 接下來今天這場比賽 就要面對到的是 他的對手來自卡達的Michael Tukey 而在他們這一組當中 可以說是其實選手好手還蠻多的 包含像是張榮林 其實也是在他們這一組裡面 那首先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今天的一個對戰組合囉 首先看到的就是來自台灣的好手 李徽展 而接下來他的對手來自卡達 待會我們也可以來看一下 來討論一下說 在卡達最近幾年來 在這個撞球的一個發展呢 Michael Tukey 而在今天這樣比賽的執法裁判 是周宇文 比賽開始同樣兩位選手 要先來比球 卡達爾最近這幾年 世界盃都在卡達爾 對 然後2030年的亞運 有撞球這樣 沒錯 所以其實等於說對於卡達來講 除了時常可以看到各國的一個好手 是聚集在卡達 那當然他們自己 我想在整體的一個狀態跟實力上 也是不斷在提升 但是卡達爾太熱了 對 沒錯 我去待過差不多一個月 因為一二年嘛 去剛好我們有一個林森永教練 在裡面當教練 找我過去幫忙 我幫忙了一個月 真的太熱了 比台灣還熱 那當然 他那邊只有夏天啊 是 一年四季都 應該說沒有四季啦 就是一年都是夏天啊 在一開始的一個 沖球是由呂徽展啊 那母球 洗袋了 所以自由球 這個球 也不困難 他一推桿 三號打頂帶 然後一個釘桿 六號打中隊 嗯 衝球也很重要 千萬不能犯規 沒錯 因為這個犯規是 全場自由球 對 跟我們早期打那一步不一樣 我們以前早期 衝進犯規之後 打進聚球 通通要捡錢 照那個六分點 撿起來照好嘛 擺好 拍下來 所以你每次都九顆球 是 然後母球在線後 還不能在 全場的位置 你衝進三顆照擺 一三五 要進一號 三號五號都進 早上班 所以你每次打 一定是九顆球 後來慢慢改了 是 因為 那樣子速度會比較慢 沒錯 那以前打也沒有普及 就是你 你衝球 吊球就要自己 自己想辦法 來自己想辦法 不過到現在 在整個 慢慢的規則改了 對 打球 比較簡單 是 我也就造成了說 假設你發生了一點的一個 不管失誤啊 或是像剛才的一個 就很有可能 直接給對方一次機會 對啊 幾乎 自由球大部分的選手 應該都出得晚 是 最後的九號球 九號球 那在第一局當中是由卡達的Michelle來拿下 一比零 那在經過了前面的一個幾場賽事之後 那現在 選手們也在進入了最終在這個預賽的一個賽事 那其實現在在副桌 我們有看到其實蠻多的台灣選手 都還是持續在奮戰的 像是 張榮林啊 還有 謝家貞 那當然 在第三桌還有出現一場台灣內戰喔 是 柯炳毅 以及 劉建宏 不知道他們是打勝負還是敗過的 是 那來昨天我們有看到秉毅的賽事喔 對上的是楊國煌 越南選手 是 沒錯 蘇海妍 秉毅是落敗的一方 對 所以接下來今天這場比賽的人一定要贏下來 才有辦法持續的 對對對 那不過他的對手喔 劉建宏 其實兩位選手也是相當的熟悉了 好 第二局 看衝球 好 有球進 看這個一號 這沒辦法直接進攻 因為他 大概只能看到半顆球 所以要做 Safe 打包球繞回來 打包球 母球往那個 4號方面走 那母球要繞回來 不能敲到4號 看一下母球跑的位置 直接打得到 但是 可能不會進 要閃過8號 保球 看看 有了 有 有進 那應該沒問題的 應該是 因為主要是 4號 3座4 那 7、8都沒問題 7、8都在動口 有機會來嘗試看看青台 因為 因為 稍微 角度稍微大一點 剛才 他可以推桿 走2 也可以 走2顆星 1 2 好球 輕了一點 這角度大 是 他先看看這個保球的 要閃中一段 好球 所以 這個 這個 不可以 有 是 這個 這個 太大了 主席 再來的7、8其實都距離袋口不遠 再來第二局 有機會可以把筆數給追平 1比1 9號球打進之後 9號球打進之後 現在雙方都是在對方的一個衝球局當中 掌握到1比1 1號機會喔 來讓雙方是現在是互拿下一局 他的安全球沒做好 剛好把1號打在 洞口附近 當理會長上手之後 把1號球打進閃過8號 那你就把接下來的球給吃完了 關鍵衝球千萬不能犯規喔 因為你在這一次的一個賽會當中的選手們 其實實力都相當堅強喔 所以在自己的一個衝球局當中 都要好好把握住 你會長現在也不 應該 差不多有40歲了 是 我們現在看他很小 大家都長大了 43歲 看趙風幫都50出頭了 是 昨天在最後賽事喔 強尾局拿下來喔 非常的精彩 等於最後幾乎是壓軸好戲了 所有現場的目光都在 趙風幫趙老大的那一桌 好有機會 但是 這組球形 稍微差了一點 因為6號 6號 不能打左邊的底帶 這要 我們就拉回去 好 不錯 3號可以打中帶 4號打底帶 4號打底帶 然後5號角度要做的 上來喔 要做到6號能夠打 右下方的底帶 是比較理想 是比較理想 腿桿 一顆心上來 那麼 看一下一下6傳7能不能打 不然花莉要坐到 我們所謂的小面積 就坐在6號的左邊 他很像做全球 來嘗試一下 其實他可以坐在靠近 在科興邊 打6、母球去拿7號 會比較好 有了 力量夠不夠 再上來 OK 一個推桿就行了 還是稍微謹慎 6號球近 9號又同樣的位置 對 2比1 這一局是青台 沒錯 所以在 說明了重球的重要性 但雖然說 有時候在球型上 還是會有幾顆的一個關鍵球 要來注意 功力還在 對 只是 可能打得比較少 是 因為疫情 比賽少 沒錯 沒錯 所以其實這一場比賽 其實也就是疫情過後 首屆的這個 雅錦賽再次的恢復舉辦 對 那首屆就來到了台灣 而且還是在酒店裡舉行 沒錯 這個環境非常好 所以非常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們 都可以來到現場 但座位不多 是是是 要搶要快 要把握時間 其實明天會 應該感覺會很多人啦 因為畢竟明天又是 就是禮拜六 而且明天也就是 賽事的最後一天喔 也會進行最終 到底誰能夠拿下冠軍 好 可以 圓球界 可能這個好像運氣還可以 1號看看有沒有被8號 那個是4號擋 4號 可能擋到了 這個要打 腿竿了 還有 2號 3個 1號 1號 2號 3號 3號 1號 1號 2號 3號 科興邊不好觸竿 放個Safe,但力道太輕了 好像可以過,中袋可以打 沒有完全的躲到 對,再一分的力道就夠了 他在觀念上很好 因為四個角落是防守最好的地方 一顆星要回去 只能打到整顆球 防守 它是Snowgert的打法 安全球 把一號關一二三四顆星 因為我們在Snowgert常常看到他們防守 防守在門場出現 對 要看他的Safe怎麼放 力量不夠 不過運氣還不錯 是 剛好被挖挖了一下 對,後Snowgert 可能粗根還是可以打 因為他剛好半顆跑出來 現在主要看打進二號有沒有槍子 比較難架跟,要後手太高 這個準確性就差一點 對 果然 這個抬高桿尾要打得很難打 會讓整個出單出現一點小小變數 對 對 然後Michael有機會 3號的位子是在右上 對 4號在中袋前 對 因為沒難度 就四座五 過了之後基本上 後面的幾球我都在球台的下半部 他這樣敵桿一顆星上來打4號中袋 在 在有角度的話 他要繞三顆星來做5號 中肝 左上 走三顆星來做5號的左上方底半 好 沒有 位置 先 放兩邊 看 只能防守 所以剛才講到四座五 是一個關鍵 要先過了這一關喔 後面才好彈 所以他的肝法不對 打得太高肝了 應該低肝一點 走科興的第三點 他跑到第二點去 他要下低肝 這要看整度 長抬的整度 這個我真的就是要看 平常練習的一個功力了 好 打五號 有 攤上來 就可以再繞個三顆琴 不要輕輕的 繞三顆琴 一二三上來 繞到五分的位置 讓角度 在做接下來的角度會好一點 修正一下 右曬 打輕的話就左曬 三顆琴 力量大 過頭了 路線是正確 就是力量大 沒關係 這個翻帶也可以 這個罐中帶 不然就是防守 把母球打到發球區後面的科興邊上 好球 這叫做射門 我們就把那個 像足球門嘛 上面科興有三個點 打到兩個點的中間都可以 那對手沒辦法直接進攻 只能翻帶 那現在也不會去翻帶 翻帶也做不到保號 所以也是要再防 再防 這也不好防 這也不好防 就發力 猜猜看 不要再來了 不要再來了 運氣還不錯 就用力打 看他自己跑 大力出奇蹟 看會不會有什麼 結果沒想到 母球會跑到 7號跑到母球的邊上 那兩球看起來已經黏在一起了 對 不好打 這個Safe 因為打太薄了 他那個 紙球跑不動 因為打厚了嗎 你看他要往這邊打 那個母球啊 像這個中帶 怕死帶 是 他可以用解球的方式 他可能解 解半個 然後母球往下走 然後 7分 一顆星回去 大家閃過中帶喔 哎呦 哎呦 閃過中帶 挑一下9號 這要看功力了 看能不能繞三顆星回來 這要拉過中帶才有機會 是 推桿也可以 推桿也可以 推桿要走三顆星 走到這個8號球的左邊 好 拉桿就是在8號球的右邊 但是母球第一個要過中帶 走三顆星 力量不夠 他這個賽不夠 這個旋轉度不夠 所以他沒有 現在也不好打 他還是要防水 觀念是正確 但是出竿出的太 不夠柔順 是 力道上也沒有整個掌握好 對 他準備打保球 但是保球之後做9號 也是一個難度 你看 打輕了就不行 是 他看一下8號 是定幹就好 打底帶 或者是有角度的話 可以推桿一顆星回去做9號 我看這個角度很直的話 就定幹就可以了 那9號可以打右上方底 是 打打推的話就要活動 要推的 最後一球的9號第4局 切底帶 這個就不如剛才定幹好了 不過這個也沒問題 這個不能打太輕了 中幹 切 讓直接入力掉 哎呀 先碰 先碰 先碰一顆星 危險 危險 我看看 還好 這個還要打保球 是 只要再力量再大點 9號就是要動圖 那就直接給對方 等於直接送他一局 對啊 再一次的9號球 再一次的9號球 有了 有了 2比2 局數上 追平 剛才喔 從1比1之後 李徽展雖然說 是先 再把這個領先給要回來喔 不過當然在這一局當中 過程中 蠻多的一個關鍵球 的一個處理上面喔 其實兩位選手 也都 可以看得出來 還在熟悉一個 整體的一個場地喔 所以現在在4局結束之後喔 雙方是戰成了2比2的平手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馬上回來 2023台速被ACBS 亞洲花式撞球錦標賽的第三天 在首場賽事喔 為大家帶來的是 李徽展 對上的是 來自卡達的 Michelle Tukey 進行到第5局 要由李徽展 來衝球 好 有球技 感覺1號 哎呀 被7號碰了一下 好 先回1傳 7 嗯 這個角度蠻好的 把球稍微發一點點力彈出來 好 他用開輪的打法 打1號 下點右賽 下點左賽 好 就把7號KG 然後 再做1號 對 他的力量控制都不錯 對 現在是關鍵 應該 動口這個 4號球 對 這遠遠看 以為是8號 仔細看 10號 對 沒問題了 打2號 對不對 稍微拿 滴桿 3號 然後3號 拉幹 4號 做直一點 就可以了 這個拉幹 沒有拉動 不過沒關係 打進就可以了 5號來直接 就是要做9號囉 對 他一個中竿 我們叫做 鈍竿 彈出來 9號大 左上方底帶就可以了 不用拉 因為有角度 他 角度不大 他一點點就好了 右邊底帶 9號球 哪一波音 3比2 再稍微休息一下回來之後 李輝展的一個狀態調整 不過當然接下來還是要看 後續喔 的一個比賽當中 不過他今天衝三次 兩次大摸 對 第一次因為母球摔帶的 是 所以也就是說他今天在整體 至少在自己的一個 衝球局當中的一個掌握度 不錯 沒錯 第一局就相對可惜了 期待也是沒辦法 只要把握這個開球局就贏了 對不對 因為他先衝球的 對 輪流衝球就應該達到6比6 變成他衝球 比如說 基數局的話 對他有利 現在大家衝球都好了 因為現在不管環境啦 球台啦 布啦 球啦 都 利於衝球 是 我們早期的衝球 有時候打一個小時 擺球也擺一個小時 哇 擺不緊嘛 是 這有時候跟這個布也有關係嗎 有 有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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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號 5號直接進 是 連結球是1號球 現在關鍵就是7號 最右邊的一個7號一個8號 對不對 7號沒辦法直接進 現在1號打進 到時候這個 看看怎麼樣 處理這個7號跟8號 接收 噢 現在7號解決了 但是2號角度不大好打 是 顧了一個7號 我現在要看2號 這關鍵2號 進了就有機會 不進的話 對手有機會 就不用處理7號 等於說他已經先把 把他解除了 排除掉了 沒進 他剛才1號打進 不要去挑到7號 做2號做2號 然後用3號來帶 是比較理想 現在 有機會4比2 因為這個女徽長 左手也打得不錯 負面槍打4 推桿也好 4-6同帶也可以 推桿是怕推的不順 會敲到後面 乾脆下個低桿 好球 這個推桿 7號要做一點角度 方便做8號 7號不能做得太直 推桿做2顆星就可以 1顆星也可以 這樣角度比較好 剛好推下來做8號 感覺上喔 在領迴掌的部分 在狀態上也是慢慢回穩喔 稍微看一下8號 可以打卡拉克 他是先碰到 可心 再碰到8號 是 改變角度 9號球 進球 4比2 對 現在在這個 剛才重新把比分追平的2比2之後 那 呂迴掌連追了兩局 那我想大家對於呂迴掌 其實應該也不太陌生喔 尤其是他在 他的外號叫風承小 對 他是新主人 是 那他在過去 從他1993年轉職業以來 其實不論是在這個青少年組 又或者是 呃在公開賽的 公開組的一個選手時期 其實都有拿下過 非常不錯的一個成績 尤其在台灣的 多次的一個職業排名 也都有拿下過冠軍 他拿過青少年 十幾倍冠軍 沒錯而且是 連續的兩年 1998跟1999年 那幾年啊 幾號我們派去的 都拿冠軍 哇 像他啦 那個 一個吳宇倫 是 還有這個 但是吳宇倫那一年拿冠軍 亞軍是 吳家慶 結果吳家慶拿15年的世界杯冠軍 哇 等於說在應該說 那個時期喔 算是可以說是 台灣撞球的一個 黃金年代喔 對 青少年嘛 還有一個陳英傑 是 都是厲害的 所以有時候很多時候 也許台灣會直接來個金包營喔 現在這個2號打中袋 這個2號保球中袋 5區3號在發球線上 這個要下點左曬 走兩褲 兩顆星 來做3號 你看 他那個左曬碰到第二褲 他就往回走 1號 現在打3 做4 要有角度 4做5 5要做直一點 現在在5、6、7喔 都是在球台的以下來看喔 是上半 我看這個4號 就好像角度太大 太直 要走兩顆星吧 拉桿一顆星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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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 力道掌握 對啊 拉桿太犀利了 不過沒關係 這個女徽展 看跳球還是解球 跳球 跳球 不停的話 因為直球嘛 跳進還可以做6號 是 所以剛才2做3的時候 就跟他 3做4的時候 要做角度 他做得太直 今天的第一次跳球嘗試喔 沒有碰到5號球 可惜了 可惜了 他也讓對手拿下自由球的機會 今天前面喔 在第一次Michelle獲得自由球的時候 就是在第一局 因為女徽展在開球的時候 母球就洗帶了 那當時他也是 直接的拿下了 他個人的第一局 所以自由球 有時候對於選手來說 是 滿有力的 對於選手 5號球 等於說在這一局 兩位選手都有發生失誤 最重要的是 他自己做的某球 貼在顆星上 是最難打的 是 在最後一球的9號球沒能打進喔 輕輕的 你可以先 再上去 讓對手拼個保球 對手拼個保球 感覺也是 有點頭痛 因為這個保護器是在洞口 對 不過這個球台不難進 這個角度應該保得進 稍微厚一點都會滑淚 所以要看對於自己有在這種 遠距離保球的一個信心了 年紀輕也嚴厲好 是 都有機會 準一個 打太厚了 好 看呂徽展 這個球應該沒問題 失而復得的 沒錯 給了你機會 你沒把握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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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數上來到了5比2 4比3跟5比2差很多 是 不過當然在這一局 兩位選手都有失誤的一個產生 那 當然以呂徽展來講 他在一個做球上面 有讓自己必須 被迫的必須使用跳球 對 他這個8號打 這個7號 他在輕點 你看 力道剛好控制 再用一點都沒有問題 是 但是最後這個 9號 他力發的不對 他輕推 輕推很容易飄 是 那你後手稍微 抬高一點點 抬高一個皮頭 打出去 要發點力 是 就不會歪了 因為其實在 剛才這個遠距離 薄球的時候 我們需要在出手之前 眉頭一皺 對啊 所以其實有時候在面對 這樣的一個球的時候 要對自己先有信心啊 時間過得真的太快了 是 以前小伙子 現在也到中了 對 現在旅會展 可能也在練球的一個時間上面 不像過去在擔任選手的時候 這麼多了 對啊 今天想想看 我大概13歲 14歲 接觸台車 現在60年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對啊 你不想 不快 一想哇真是太快了 對 一下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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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第八局 好 又漏了 不過這個關鍵是三號 是 因為三號只能打 右下方抵帶 因為在右上的抵帶是被八號給擋住 這三顆心 好 這個角度剛好 可以打進去帶一下三號 一顆心 一顆心或兩顆心 來把三號帶出來 來把三號帶出來 下點右晒 好 OK 不用帶 剛才一號 已經解決掉 所以三號可以直接進 剛剛在看那個五九 其實不用看 吃完就對了 一九一九吃 對 比較穩 好像走捷徑 直接做五號就好了 感覺上還是有在想要考慮喔 他考慮要五九 對 對啊 不可能 還是一顆一顆來 他讓我給你們看 呵呵呵 實際上腦袋已經 我不會 對 已經知道了 不可能 又不是自由球 是 再打回母球的位置就可以了 下點滴桿 左晒 一顆心上來 做靜音 好 這樣也可以拉桿了 拿過中袋就行了 可以拉 可以拉 拿過中袋 五九不貼 不貼顆心就行了 是 九號球來把握一下囉 好 來 各位 打太好嗎 是 所以稍微有彈一下喔 不是空心入袋 在局數上來到了六比二齁 等於說他是連續拿了4局 3456 個人的一個3456局是直接的一個拿下 那當然在等於說一個人來說 再拿2局就可以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那我們現在進行攻占天爺 先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再度回到2023台速杯ACBS亞洲花式撞球錦標賽 在剛才攻占天爺之後 我現在同樣要看到的是呂徽展的衝球 那現在雙方的局數是有4局之差 6比2 有球進 看1號 沒辦法進攻 它可以防守 看看這母球本來挺得很好 背在6號 保球躲到3號或6號後面都可以 還是可以進嗎 躲到6號 打得太厚 薄一點就沒力了 你防不到 看對手防 對手輕輕一推 用4號5號來防 好 準備解一顆心 防守非常重要 你看現在被動 本來是主動 現在被動 是 我防守就蠻看觀念的 對 解一顆心 不錯喔 唉呦 幫我再上來 呂徽展的這一局衝球局喔 呂徽展的這一局衝球局喔 姐一點 對 呂徽展就一個的事ا weigh skill accordingly 使用兩種進 頭的內部 順順的打好球 好球 瞧了一下7號剛才母球差一點點 所以說力量打輕一點的話 那1號跑不到這個帶口 不過現在還好 他1號打進要打3號 3號在球台的上方 他母球都不好加高 9顆星 漂亮 因為他知道直接打他做不到 那做翻帶母球順便就可以下去了 下連接要是3號 再看一下剛才這一球 時間差不會敲到 但是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他現在3號的角度剛好 打進母球走右邊 這個4號沒帶口可以打 除非他直接拉回來1顆星也可以 但是我看他的角度 看他直接拉幹吧 拉不動 效果沒有發揮出來 我也想以為他還要再來一次 這個角度來翻中帶 因為他不拉一顆星的原因 是因為他拉幹是往那邊走 他4號打開 4號打開 沒有放到應該沒有放到 那看一下 來我們也來防守 躲在8號骨 9號骨 1號骨 好球啦 雙方的防守站 對 這個要跳球 短幹 我認為用解的比較好 這個要跳進很難 這個要跳進很難 男生可以嗎 你看 跳進不容易 唉唷 漂亮 有 這球跳得真沒話說 是 價值連存的一支跳球 那樣的拿跳得高 根本沒法瞄準 是 那再來的球型喔 那再來的球型喔 基本上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現在拿加乾器 加乾器用的不好 要打保球 這個 這架乾器最早要打到五分點這個位置 會比較好做 對 不好做 小心抹球 你看 這個角度我想不好進 好 做防守 這明顯的 這個應該吃完的球 對 架乾器一出來改變了 整個局面喔 對 架乾器打出來沒有力量 這個要下低竿 左塞出來 因為7號固定要做 右上方底帶 它打到 保球不能打 看它敢不敢拼 拼保球 拼保球 放點力 然後再側面 翻對 翻了再三二 哎喊還好 手機還不錯 他打太厚了,母亲就过中带,刚好两个星再上去,做到8号 现在看对手是进攻的还防守,进攻的话就翻带了,灌底带 不然的话就是要做Safe 防守,防守洞口给对手打了 绝佳的机会 推杆,两颗星 一颗星就没力啊,这个推杆要带点右赛,两颗星就出来了 推杆一颗星,拼了,包球 太薄,看看手气如何 看一下母球跟8号球的位置哦 对手就翻带了,灌一颗星进左边的中带 那当然前面哦,Muchel也有过灌球的机会 那现在来看看再一次的尝试 哎呀,运气不错,stop,stop 哇 所以啊,你自己的事物要造成对方的运气,没有办法 本意是要灌左边哦,不过跑到右边来了 那母球的位置刚好,非常自然的可以做到9号球 本来是赛点啦,现在6比3还要稍微等一等 对,其实应该说对手Muchel也是给吕徽展了 中间有蛮多次的一个机会 包含跳完球之后后面做球 6号做7号 那个8号他怎么会不走两颗星呢 再回顾一下刚才这一局 这一球有一个跳球,4号球 再掌握住机会之后 罐球的Luckyball 我想吃下这一局哦 对他来说 心理压力 就不一样了 因为毕竟假设刚才是吕徽展拿下 就是等于他听牌了 而且现在紧接着 Muchel也要来做 冲球咯 前面的4次冲球我只有拿下一局 有球禁 但是1号没法进攻 要进攻的话 可能叫传洞口的3号球 6号球禁 保守就K43号洞口球 哎,做防守 很保守啊 是 紧身的打法 截右边 截一号 一号 船可以船三号 那这边截的话 截到也不会进 谁说不会进 谁说不会进 哎呀 讲太快了 就是会进 是 去kiss那个球 反而你看 没有一进还好 进了又变雕球 这边截一颗心 再一次的截球 不下赛的一颗心 这边稍微 漂亮 好 弹上来 让对手跳球 好 这边刚好 等腰三角形 入射角 反射角 再跳一次 這次在前一局的4號球跳球有成功喔 這一次 沒有挑戰 1號球 還好 2號球要打進就行了 3號在動 是 但是這個母球貼的顆星不好出竿 不錯 跳一下8號 3號在動口好處理 5號做中袋 但是角度要做好 把人畫太側面了 這中袋不好打 1號 來看一下5號的角度 對 觀念不錯 打底帶還有打中袋 應該是打底帶 因為中袋的角度很刁鑽 打底帶 好近 對 所以做得太直了 還要拉幹 要拉那五分點 最少要拉一半的距離回來 就要看拉不拉的動 對 因為前面有幾次喔 感覺上拉幹的一個效果 沒有這麼樣的完整發揮 因為有時候緊張嘛 手會僵硬 要拉幹的話不輕鬆 有時候 想掛到 但鑽然會有再次 有時候 要拉幹 不要再次 Raj發揮 請別再次 再次 或許 例子 好好 怎樣 9號球 第10局 來波音 4比6 雙方還是有兩局的一個差距喔 不過蠻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兩位選手都是在這個暫停過後喔 狀態整個回穩了 在剛才這一開始2比2的時候 經過一次的暫停 那旅迴展就直接有再吃了4局 而現在剛才公戰庭結束之後的一個2局 也都是由米歇爾來拿下喔 而且也等於說在這一局當中 也看出來喔 在一些做球的觀念上面 也是都有展現出來的 對 呂揮展的衝球 希望他有良好的發揮 是 因為對他而言喔 再拿下一局就是先取得了聽牌 對 其實那一局就應該拿下 其實那一局就應該拿下 有球進 看看一號 不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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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球跟一號中間 先選擇要打Push out 來看一下Mishel這邊會怎麼做選擇 他可能打保球嗎 母球去敲7號 然後利用2號來掉球 需要一點時間思考 選擇不打 對 他想到不知道怎麼打 還是讓對手打 對 即時間母球 打保球嘛 母球去敲一下7號 讓那個2號來做防守 是用2號來做防守 對 他這個球要下右塞來勾 可能直接打 打不到 要下右塞 但是力量太輕搞不好 沒有碰可行 你看 沒有 賽不夠 是 這局應該要停拍了 對 李會長的機會喔 嗯 今天第一次獲得自由球的機會 球形相對變得簡單一點了 對 一二同帶 對 要有一點角度來做 那低桿回來做3號中帶 應該 再一點沒問題 只要穩定的一個發揮 再來3號 好 剛好 薄球 一顆心敲一下8號也沒關係 把8號頂出來 散過也可以 對 頂出來 好 我做6 看做中帶還做底帶 好 做中帶 那7號要做點角度 過了發球線就可以 轉7號是接在1顆心上喔 嗯 直接1顆心過來就可以 下賽走2顆心 那直接就1顆心 走到8號 有望聽牌喔 對 好 在被對手 攻暫停之後 連續拿下2局 過在對手的一個接球 失誤上面 讓領會長獲得自由球的機會 那他也在現在 將局數喔 來到了7比4 聽牌囉 其實剛才他那個解球應該解得到 他只是說 他想解保球 是 我1顆心勾上來 打保球 母球就下去 但是他 這個 旋轉沒打出來 是 所以造成了 有 差距了 對手的自由 對 其實是應該他要這樣打 他不打 所以 李回掌就打出這個機會 對 我其實有時候打 會有push out的一個出現 就代表在 球型上面 也許真的是會有點頭痛的地方 那當然也就考驗說 對手到底要怎麼做選擇 會不會掉入 原本 打push out的前手的 對 陷阱裡面 因為太難打 他也不會打 對 你認為你不打 那對手可以打 所以你push的地方 要一定 你要有把握 你可以打 是 現在的Michelle而言 是一個 非拿下不可的衝球局 有球進 他球型不錯 1號在動和 2號也在動和 也許還可以保有一絲 轉圜的餘地 轉圜的餘地 這又不好鑑鑑 這樣 母圈要拉過接近中帶 這個角度可以盡量拉幹 之後 往左邊一點 他的方便做4號 4號在左上前 這樣子角度會不會太大 他應該打薄一點 母圈再往上走2顆球的距離 就行 是 4號 牠打開 不錯 剛好打進5號 母球 往上走 坐6個方 過中帶 就可以了 打6號,看7號是要做底帶還是做中帶 因為我認為做中帶比較理想 他打一個下點右塞,做兩顆心 過中帶來做7號 一顆心也可以,兩顆心也可以 就來個人的習慣 因為我會打推桿下點右塞 第二顆心在中帶前 兩顆心剛剛好,做中帶 力道的掌控也都還OK 這個角度可以推桿帶點右塞 一顆心上來8號做中帶 也可以稍微低桿一點 做8號底帶也可以 選擇性還蠻多 對啊,你看推桿帶點右塞 這樣就很理想 有點角度的話,一推過來 就可以打左上方的底帶就好 低桿回去也可以,懶得走過來也可以 好,推過來 速度上又要產生變化了 第12局最後的9號球 現在雙方是7比4 不過在9號球打進之後 局數上來到了7比5 那也讓女輝展想要拿下這場比賽 要稍微再等一等了 那當然我們這邊也要先稍微 進一段廣告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再來看看 女輝展有沒有機會 能夠拿下比賽的勝利 2023台速杯ACBS亞洲花式撞球錦標賽 在第三天的第一場賽事 已經來到了第13局 旅輝展現在是7比5 是有兩局的一個領先 而且也是他的聽牌局了 不過當然可以看得出來喔 他的對手來自卡達的 米歇爾也是相當的頑強喔 不想讓旅輝展這麼輕鬆的 就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不過這一次的衝球 看起來是沒有球禁 但是他有點後失落1號 看起來現在的一個球型喔 我去這邊決定一個延長 對 球的後面 6號球稍微干擾了一下 他的一個架感 他的出桿 對 看沒進喔 哇 差一點點 有lucky ball喔 對啊 我想說後失落嘛 你想要打擊要做到球 不容易 是 我等於說我現在在 1號球的部分 在帶口附近 連接球來做2號球喔 連接球來做2號球喔 跑到了2號球的後面 兩局之差 阿 五號球 我去看 阿 阿 母球跑開 來看Michelle 再做一次防守 母球躲在了8號後面 國產在2號球的部分 也是停在中代代口 他準備接 接兩個先 其實接另外一邊 有機會接 這邊是要接 接279超過 接兩顆先 好球 欸 差一點 哎呀 看起來幸運之神沒有站在李徽展這裡 不過他這個二座三 他可以輕輕打 然後一顆先上來 不要被7號擋到來做 他要走顆星的話 可能會敲到6 他就輕輕打一顆先上來 欸 是不是被7號擋到 我們這鏡頭看不出來 對 有可能被 會被擋到 不過還是要看 選手實際看的一個狀況 對啊 他要從3號後面 那個攝影機 就3號後面 對著7號 這樣也看不出來 要直線 要直線 看看那下低桿 帶點左塞 給他的機會非常好 這個二號推桿 出來一點 他這個不能過 是 但是他會跳 照到底他拿那個沖桿 他可能 掉到一點點 直接打破一鏡 但是用沖桿 台高桿尾一剁就過了 是 關鍵的3號 哇 又沒進 還好 製造一點困難 是 現在3號 也許比較沒有進攻的一個方式 那前面也是 有的6號跟8號 這次 再一次給旅會展機會了 要好好把握住了 出手完之後 也是 蠻 懊惱的 3號球進 再來是 稍微貼顆星的4號 延長一下 延長一下 掉了 敲一下7號之後 反倒變成這樣的一個局面 雲基大的 那個 力不夠 拉幹不夠吸力 以前這個拉 不可能敲到7號 是 那等於有連續 兩位選手 都在 雲基方面 是在做3號的時候 發生了一點失誤 而旅會展則是現在 4座5 解太用力 不然花絕掉到 需要再次獲得上手 有 來看木球跑的位子 跟6號球 又出中 哇 力道空的不好 反倒是在這個 後面幾局當中 雙方選手 是出現了比較多一點的一個失誤 他也是不斷給 對方機會 對方機會 再來一次 謝謝 在這個進行防守戰喔 今天兩名選手 在蠻多的一個局數上面喔 其實感覺上都好像是可以親台吃完的 不過打到最後 都會有一些些的一個失誤 導致被 必須被迫變成一個防守戰 這一球也沒防好 對手可以打帶 翻帶 可以翻接 看這對 跟隨地拚啊 這個翻底帶也可以 以前這個6號球翻帶 成功率應該百分之八十以上 很高的成功 對 這位 選手都會練 我現在就不見得了 現在關鍵局了 對 唉 不錯 有刁到 假如再解一顆心 可能下塞又沒解到 他可能要解兩顆心 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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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機會嗆是很多 他可能要發理解 他解他太下去了 可能太下去了 你看 我就知道 沒有解到 因為他瞄的地方 我就覺得他解得太下去了 直接數 因為這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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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解這個球 我們只要解短邊的 解短邊 在我們科興公司裡面叫 加二字 是 母球在這個位置 應該是 我給他設定在八 他母球的位置 在 大概在2 2要加6 才等於8 要下順善 結果他打到4還5 當然就解不到 沒錯 所以在這個運用上面 還是要多加練習跟經驗 我把這個自由球做成這個樣子 雖然是打盡了 但是不理想 但是他修正能力很好 對 自由球6做7 怎麼可能做到打底袋 應該要打中袋 應該要打中袋才對 中袋 會比較順一點 對 拿人1顆星 9號打 走下方底袋就可以了 看看穩定度囉 好 最後一球 OK 能不能夠拿下勝利 沒問題 取得勝利之後 就可以獲得晉級到32強的一個資格 在打最後一球之前也稍微深呼吸一下 畢竟這球非常的關鍵 9號球 9分 在這一局的一個比賽當中喔 其實整體來講 兩位選手真的在一些關鍵的時刻 都有發生到一些致命的一個失誤 那當然也就是讓局數上面變成是對手給拿走了 所以其實兩位選手在中間的過程當中 除了剛才有講到的一個2比2之後 那當然在呂會展連拿了四局喔 而在公正廳回來之後 Michelle也是直接連拿兩局 不過其實對於呂會展來講 應該說先來請教一下羅爺喔 您覺得兩位選手在今天整體的一個表現上面 有沒有哪些地方是您覺得 可以稍微再做一些修正 因為畢竟在呂會展還有持續晉級的一個機會喔 我們卡拉爾選手他也是有機會 但是每次有機會的時候可能那個母球的位置不是很好 後思諾必須要打這個有關這個基本功 所以你看打到8比5吧 7比5之後他也有機會 那呂徽展雖然沒有做好 但是他的修復能力很強 今天在呂徽展的部分喔 他當然在個人在衝球的狀況 其實感覺上相對也是比對手好一些 因為等於在大摩的一個次數上面也是比較多的喔 那當然如果能夠在衝球局當中 獲得這個大摩的一個機會 也等於是為自己是更有信心的保下住了這一局喔 那在今天的一個比賽過程當中 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兩位選手 今天的一個整體表現上面 我們也確實對於卡達的選手來講 在這幾年的一個發展上面呢 也是要持續的希望他們能夠再將選手的能力提升 因為畢竟我們接下來也是有些賽事喔 也是會在卡達來做進行的 對 所以我相信也會有許許多多的一個 算是地主的選手 對他們來說的地主選手喔 來到這樣一個大盛會來參與盛世喔 那這一次的亞錦賽當中 也期許在呂徽展在接下來 32強的一個賽事當中 可以帶給我們更加精彩的一個表現了 今天這樣比賽也感謝羅耶為我們一起 進行這樣比賽的比賽 我們也來看一下今天賽事 除了呂徽展的這樣賽事之外喔 待會水水江水靖也要來登場囉 而且還有昨天看到的柯家兄弟的二哥柯秉中 也會來登場 而今天這樣比賽的轉播工作 也再次的感謝羅耶為我們帶來精彩的講評 我是詩倩我們下場比賽見了拜拜